今天我們講這個很重要的 就是怎樣釋放著情緒的問題 有雙孤單和重疊 這是很多人很困難的一點 就是我們的情緒是影響我們 我們越認識我們的情緒 以及知道耶穌怎樣幫助我們 是很大的幫助 其實我們作為基督徒 我們都應該學一些心理學 或一些人研究的東西是有幫助的 這些不要說心理學就是一切 而是心理學有一些結論是有幫助的 這些的而是確有幫助的 我覺得我們作為基督徒 甚麼有幫助的 合乎不違反真理的 我們都可以用的 其中有一些 以前我學心理學的時候 有學過其中一個意外 如果你讀過心理學你都會聽過的 就是有一個人在美國 他是一個抗工的領袖 他平時是一個很平靜的人 很有控制力的人 但是他有一次的意外 很特別的意外 是一個爆炸 一條鐵 一條鐵柱 很難以想像 穿過去 下面 是一條鐵柱 但是他沒有死 即是沒有死 如果沒有死 他還活了一段時間 但是活了一段時間 完全不同 整個人的性格完全不同 就 有甚麼事 立即就情緒化 又哭又叫又發怒 完全失控 那些科學家就研究 到底他甚麼事 當他死後 將他解剖 發覺原來 即是他那個大路受到損壞 然後我們的情緒 即是他成了一種有 情緒其實是每個人都有的一種東西 我曾經說到有五樣 即是你如果沒有寫下 你可以寫下 即是這個種類 就是甚麼呢 英文用來記著 Glad Sad Glad Sad Glad Sad Mad Afraid Ashamed 第一 就是開心 興奮 歡喜 第二 就是 悠仇 擔心 優良 有些回音 要搞個回音 然後 Mad 就是憤怒 激氣 不開心 就是那種猛狀 afraid 害怕 然後 ashamed 就是羞恥 或者內疚 這些都是我們人 會有的反應來的 情緒來的 其實情緒不一定是有罪的 聖經也說到神有情緒的表現 那不是情緒法 即是神有憤怒 因為罪的緣故 祂有憤怒 神就肯定對我們有開心的心 這個憤怒 我相信 將來我們去天堂 就沒有了 這個已經過去了 成為過去了 但是 而且在國外聖經裡面 看到 神也是一樣有 這些情緒 但不是情緒化 所以情緒本身 不一定是不好的 是情緒處理的問題 處理情緒 這個人 這個抗風隊發生什麼事 就是 那個大腦 失控了 不能夠控制 情緒一樣有反應 但那個大腦不懂得管理它 於是 他的情緒就會爆出來 其實我們 我們分開兩項 就是情緒和情緒的處理 情緒本身 當它出現的時候 這是我們人的自然反應 譬如一件事不如意的時候 你會有不開心 會懵惰 或者會害怕 這是我們正常的反應 但不是代表你要留在情緒裡面 首先就是 情緒表達的處理 就是 你的情緒第一 就是處理了表達 那什麼叫表達呢 譬如說 有人對你做了不好的事 你立刻發給 立刻 要罵 這個就是情緒的表達 那如果你有親人做了什麼事 你不怕你心 立刻罵 那 可能你在這個世界上 你不能夠 有很多朋友 你也做工 很快被人解僱 就是 你的情緒 那個表達 就是表達的方式 我們一定要處理 但是處理了 表達方式 不是代表處理了 我不生氣 那可能是捱實的 捱實自己 不要生氣 不要表達出來 就是不要罵人 不要罵 不是代表你去面沒事 處理情緒就是說 我們教徒可以用聖經的話語 以及分析我們自己的內心 是否我們太多期望 有時候我們有些事情就是 不是那麼真實的期望 unrealistic explanation 即是說 期望一件事 你想你的兒子做貝多分 你想你的兒子做醫生 就是很多人很想兒子做醫生 那這個是你的期望 那這個期望有時候是不真實的 其實就是 你未曾跟丈夫結婚之前 你說 我很喜歡你那麼灑脫 那麼輕鬆 但是當你結婚之後 你們說 哇 你什麼都沒有控制 那你明明以前很喜歡我灑脫的 那我就是這樣灑脫 即是我們就 在未結婚之前 很接納他某種的性格 但結婚之後就發覺 哇 為什麼這樣呢 就是很想他好自我 那這個其實就是 unrealistic expectation 這個期望呢 是不真實的 就是我們有很多這樣的 期望呢 是影響我們的 那有一個處理情緒的 ABC呢 很有幫助的 ABC ABC A呢 就是那件事情發生 有件事情發生了 D呢 就是believe 就是你的信念 關於你的信念 第C呢 就是consequence 的後果 那譬如兩個人同樣有病 那有一個呢 就是兩個都是癌症 兩個都年紀大的 那有一個呢 可能的心態 就是believe 就是什麼呢 他說 就是七十古來希 那他就 那他就說 我都已經八十歲有賺了 我見過一些老人家 有賺了 不要緊 一日開心 一日去玩一下 走一下 吃一下 不要緊了 那早一日 早一日死又怎樣 早一日死又怎樣 就是他無所謂 那你見到他有癌症 不過他又是這樣開開心心 又去玩 又玩到他不玩得了 就是他會這樣 但是有些呢 就不是了 哎呀 真是慘了 我做了這麼多年功 唉 現在退休 有癌症 真是苦了 就是believe believe就是我要退休之後 開始享受 或者我期望我的生活是怎樣 那他期望的時候 他的心裏面就會失望 失望他就不開心 即是同樣兩件事發生 同樣事發生 兩個人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我們見到很多人 有些人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他會很不同 為何有些人呢 他會這麼平安 有些人會這麼猛争 這個就是他裏面的信念 在他裏面 他對於人生的看法 他的價值觀 他的期望是什麼呢 這個就影響了他在這些事情的表現 如果我們一早處理好 和預先處理定 其實很多人 有人這樣說 他說 我們讀書讀很多 加減成除 一些英文 很多知識 但是呢 有些事情是很少教的 就是怎樣拍拖 怎樣結婚 結婚之後怎樣養 跟生兒子怎樣教 就是沒有這些事情教的 回學不用教這些事情 就好像你長大 你就懂得結婚了 你結婚 你就懂得跟太太丈夫相處 你生兒子懂得教兒子 但事實上 教兒子是很難的 因為一個小孩 是未成熟的 他有一個很頑 即是很直接 小孩小時候 未曾有處理情緒 他有什麼事 他就很直接 很直接表達出來 那你 嘩 處理一個成人 同一處理的小孩 是很不一樣的 於是我們就要 要是縱容 要是控制頭 要是太多期望 或者 自己有一套 要他學很多很多東西 即是有這樣的觀念 那這觀念 到底是否健康呢 即是有時候 肌肉圖都不太知道 是否健康呢 那變成我們去面對這些事情的時候 完全是 就是憑我們 直接的反應 或者是憑我們父母 學回來 或者憑電子體回來 他就是這樣 我們就是這樣 那這個就是 我們原來 沒有一個好的 believe system 即是這個世界 是有些不好的價值觀 這個東西 是我們要去處理的 要去學習的 那就是 也都希望 其實大家可以留意 其實有很多基督教 寫的文章 有寫到關於家庭 婚姻 那這些東西 其實我們要學習去看 即是 如果 譬如輔導一些 拍拖的人 應該有 其實有拍拖輔導 應該有些書去看 還有去幫助他 因為拍拖輔導 會減少很多很多問題 很多人拍拖 就是一個情慾 即是失控的時候 或者是犯罪 那就有婚前性行為 即是很多問題產生的 或者很多程序 都是很愛著的 拍拖之後 因為拍拖 很多時候 會上上落落 為什麼呢 朋友相處沒問題 他就很期望對方對自己表達愛 緊張自己 誰知道他不是 男性是很特別的 即是 他要學了 他才會珍惜 通常追求女生 最初就很緊張 一追到 他便覺得 現在是放下了 已經可以了 這個女生是我的 他不會走 他會放下那種愛 追求 浪漫 好像這些 就是停止了 甚至結婚 結婚 這個就是老婆 即是黃麵婆 即是 總之 他不 即是打 都不脫了 他天天回來 你便吃飯 煮飯 即是 心態就是這樣 即是 他沒有看到 其實是愛的關係 因為愛的關係 因為婚姻更加起落 其實我是受很多 神教會的牧師的影響 因為他們 很特別的 很多在台上分享 我現在說 在美國的情況 很多分享 他們 婚姻裏面的情況 以及分享他們的太太 她的太太起床 她怎樣對我好 即是他很多時候 會這樣說這些事情 即是鼓勵一些教友 都一樣同樣有這麼好的關係 因為 如果婚姻 不好 或者情緒不好 這個人的靈命 去到一個程度 就不能再回 也就是 有時可以完全破壞 所以我們要處理 要有時留意一下自己 為何我會這麼求你反應 即是你要習慣去分析 留意自己 為何 她說的事我這麼猛 因為原來有個期望 很想她是怎樣的 即是她說的 很想我們能夠明白到我們 即是這個是女性很多時候會想的 你猜一下我心裡想什麼 那男性都會猜到 其實你說的 其實你說的是可以的 不用一定要有實地感 你就會說 你真的 我很想你陪伴我 很多人都很難說這句話 這句話有些太太很難說出來 男性比較少 即是她會少 她少也不是很好 即是她覺得 我要做的事 你不用陪 你不要站在家 我去做 你怎樣陪我 你怎樣陪我 但女性有時 有時甚至我發覺去洗衣間 坐著吃飯 她拔著旁邊一個人去的 那我自己 我已經有一種習慣 無論看宣教的情況 宣教的情況 那些洗衣間真的很好 我不一定陪我太太去的 站在門口 站在外面喊 在外面喊出來 好嗎 裡面好嗎 我實在都沒事 不然要走出來 因為如果裡面發現 有些不停的安全 即是不安全的 馬上走出來 即是我要 要保護這個 即是如果有一天 發生因為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是 我們失責 即是 甚至在這裡 她去洗衣間 我都陪她 因為我走那段路 就是白拖 即是和她一起走白拖 然後在門口等她 或者在門口等 即是這個 即是我們很少的事 都和她一起做 去欣賞 令到她歡喜 我們事事優於愛的心態 那她心裡面就平安 但有時我們不敢出口 或者我們有些不開心 不喜歡的時候 她心得很 很猛 結果呢 就造成一個火山 火山裡面未爆發 因為始終那種憤怒 即存 但如果我們跟她說出來 是好的 說出來 但是呢 有一種觀念 有些人覺得 說出來是很大的事 即是有甚麼事 我不喜歡說出來是很大的事 其實我們可以用一個溫和的方法 說的 也都用一個方法 就是用I statement Statement 就是說 說我們自己 不要說你 你這樣做 你這樣做 這樣說的時候 她就很大壓力 那你就說到 即是我有些 覺得 不開心的感覺 讓她對方去了解一下 然後呢 即是說 我們可以下一次怎樣處理呢 即是在那個過程中 你有些甚麼感覺呢 那 以前我看上那個表幕課程 那時老師 有時我跟她說話 她能否直接問她 你現在 合約哪裏 我們經常會感覺 經常都說 我覺得是這樣 我覺得她不對 覺得不對 有一次我面對面 即是我們的supervisor 要面對面跟我們 聊天 每個禮拜都有一次 他問回有個情景 有一個人做了一件事 即是 我是不喜歡的 他問 當時你有甚麼感覺 那我就在那裡想了 大陸 因為我知道我感覺是甚麼 是生氣 是不喜歡的 但作為牧師 我們已經習慣這個字 不能出口 但實際我感覺是甚麼 即是表達和爆出來 是不同的 我當時沒有爆出來 但她看到 她知道 那我 最後我說 她說 我當時是生氣 她說 我恭喜你 她說 我見到很多中國的男人 很多男人 是不能夠放出她的感覺 她說 我恭喜你能夠知道 你自己內心的感覺 很多時候 有時候老師問 問完之後 我回答了 我覺得 然後老師說 不是 我現在太太也來 有時候問 你聽到有甚麼感覺 我說 覺得挺好 覺得挺好 就是思考 那你的感覺是甚麼 即是當時的感覺是甚麼 我有時候說 沒有甚麼 沒有甚麼 就是麻木 還是你有之後 即是你處理了 所以你不知道自己有了 那些感覺 即是有時候 我們有輕微的不安心 或者是喜歡 即是有時候 我們去留意的時候 我們發覺 你知道有的時候 我們處理是容耀多 並且我們知道我們的信念 即是我們的信 對於某一件事的看法 譬如南大當溫 女大當嫁 這是不是一個正確的思想 或者別人說一些說話 說我們不好 是否這件事是很嚴重 這件事是很多人認為的 有些人說我不好 是很嚴重的 即是當別人不喜歡我 即是我失敗 或是失敗者 即是我沒有用 這是一個信念 也許很多時候 很多人的言語 是表達出這種信念 譬如說 他們不是說你做了一些不好 他們說是壞子 壞子的意思是甚麼 你這個人不好 這個就是一種信念 即是你做了一個不好的事 你是一個不好的人 於是這個信念 就覺得我做了錯事 我是壞子 我是壞女 這個信念 是令到我們很內疚的 但是我們知道 人們會做錯 人都是罪人 人都會做錯 做錯不是太不戀的事 全世界人都做錯 問題就是 我們怎樣處理 我們做錯的地方 那樣是很有幫助的 這些其實你可以捨得 否則你不記得 我捨得 我剛才講一些項目 一個就是 你想一想 事情發生到最嚴重 是有甚麼後果 如果真的 大家不記得寫 我剛才說到有幾樣 就是 情緒和情緒的表現 這兩個是不同的 我們要處理情緒的表現 然後先處理情緒 處理情緒的表現是為別人 亦都為自己 就是你一直發生氣 就是傷害人 唯一自己 就是你保護自己 不是你經常發生氣 你都沒有朋友 但是之後要處理情緒 就是你 越是有經驗 越是你的信念 是清晰 就是有一個好的 基督教的信念 的時候 我們處理情緒的時間 越短 比如你 有一件事 很不開心 但是你說 我接受人就是罪人 你接受人就是罪人 那些人做錯的時候 怎麼出奇 你說我都做錯過 那你的心裡面就很快鬆 有時你會見到的 就是有時跟你聊天 你聊一下 他突然很激氣的 就是他很明顯 講到某些事的時候 有時講到丈夫 太太 子女 就看著他 你看到他的溫度升高 就是眼睛好像 好像 好像脹一點 那樣的 臉的筋就脹一點 他就算沒有發生氣 也好 你知道他有成事 我們習慣了 我一見到他這樣的情況 我已經知道 我開始留意 為何他會有這個程序化 就是他裏面 有什麼未處理到 我自己也是 譬如我跟你聊天的時候 我每一個都留意這些事 已經是一種習慣 不過 有時我自己看得很好 就是 留意人就是很特別 人 不是很懂得留意到自己 但我比以前好很多 我會知道 因為 其中一件事 他們教我們 在醫院的時候 他們說 你看到那個病人 無論什麼感覺都要留意 我發覺 有一個感覺 的確是很討厭的 有什麼感覺 是很悶 真的很悶 因為他很長氣 而且 他的情況 很慘 就是 很慘 他睡在這裡很慘 你看到這個情況 跟年輕人肯定不同的情緒 會覺得悶 他講話 你問他很久很久才行 問題就是 你知道這個情緒之後 要怎樣處理 我們開始說 對 我來幫他 他不開心 他也很煩悶 沒有人去關心他 他現在很煩悶 他自然就會有這些煩悶的表現 我就來幫他 為什麼我因為他悶 他講話長氣 我就悶了 我會變成 我自己不能夠幫到他 所以我要學習 就是在那個時候 我真的說 我就是來服侍他 所以我要說 我知道我自己悶 不過我要專注 專注 要聽他說的話 要留心 這種東西都是 專注是我們很難做的 我發覺 很容易 聽一會 我知道他講什麼 就開始想到別的事情 就想到怎樣回答 這個過程 就令到我們聽不到對方說話 我周遲都說 我看了成年很多次 叫他提醒我 不要介意我問過他 但我自己留意 我們有個 如果我們說一些話 還要馬上把我的電腦吸引 因為如果在電腦開鼠 你的眼睛看不到 總之有些東西動的 我的眼睛就會被你吸引到 所以我就 留意到自己 原來很容易 會分心的 這些都是會幫助 幫助我們跟別人的關係 跟別人關係好的時候 我們情緒都會好 例如我講ABC A就是事情 B就是 believe C就是 consequence 情緒可以選擇 你可以選擇做一個開心快的人 你說我要做一個開心的人 我要做一個祝福人的人 我要做一個正面思想的 我一留意到負面 我要立即將它改變 用聖經的環境改變 只有一些人說 不行 我又沒有錢 都沒有 怎麼可能正面呢 其實你想到最差最差 你想到最差最差 例如有一個問題 如果一個黑衣什麼都沒有 不過黑衣信了耶穌 他沒有家什麼都沒有 沒有親人 沒有朋友什麼都沒有 他信了耶穌 你猜他可以活在世上 可不可以開心 可不可以開心 可以的 可以很開心 不過如果我們 有一天變成黑衣 可能很難開心 很難開心 真的很難開心 例如你去做一些宣假 一些困難的事 真的沒有錢 你生活好像黑衣 真的沒有什麼吃的 很窮 我自己想過 他宣假最差最差 沒有錢 夠吃 然後就靈魂 離開身體 升天 或者有病 沒得醫 不要緊 睡覺休息 可以做多少 做不了多少 睡覺便會勞規主 我這樣想法 我想到最差最差 沒得吃我不怕 餓死我不怕 有人拒絕我不怕 要坐牢我不怕 什麼都不怕吃 我說沒有很怕 就去吧 你想到最差最差 其實有時候我們想到 就是我們人 是不是真的 我們這麼厲害 其實我們都很重要 但是不是這麼厲害 有時候我們覺得自己很厲害 就是已經習慣了這樣 我不可以調教我的生活 但你想一下 就是 我看過一套電影 那套影片 他拍了很多死亡的情景 很多的 例如有些人爬山 看到他躺在那裡 有些他即時拍到 有個意外發生 有些人是沒有意外 不就是有意外 不過沒有拍到 就看到有人死在那裡 我看到的時候的感覺 是真的 人死了就是死了 死了就是死了 很壞 有些事發生的時候 死了就是 你不能回頭 有一天我都會死了 睡在那裡 根本是安息禮拜之後 有些人就回家去做他的事 就是你有你 你就 就是你已經是過去了 但其實 是不是我們這麼厲害 我們死了就很大件事 其實都不是很大件事 最重要是我們在生做甚麼 當你看反了自己 其實我只有一個人 街上那麼多人 都有人死 那我是一個死都沒甚麼出奇的 我不是說 我們可以糟探的生命 即是我們看我們自己 好像在耶穌裡面釘死了 我已經死了 那甚麼事發生 能夠處之泰然 處之泰然 反而有愛心 有平安的心 人家就能夠接流 人家就能夠改變 反而我們圈足實 我們的believe 是要我們改變這個世界 你就很慘了 有時候我們要學放手 即是放手就是 有些事情我們控制不到 或者有時候兒子很不聽話 很頑皮 那我們盡力 聖經有一句說話 就是所求於管家 就是要他有忠心 即不是要你成功 即是你兒子 你盡力盡力 他都是不聽你說 他做了一些不好的事 你都只能夠 繼續說要討告 你可以去愛心接納 即是你能夠做一個接納 沒有見證他就罵他 這樣他就不會改 那你要接納他 或者有一天 你求神念兩句 因為你的討告 他真的改變 那這個就是我們能夠 接納的時候 心裡面就有夠平安 其實媽媽有兒子的困難 是很難很難放手的 但越是不放手 兒子越是覺得媽媽 真的很難不頂 很控制性 即是覺得很不舒服 過一個反悶期 他覺得很OK 反悶期他覺得很難接受 但如果我們真的要關心他 其實是否關心 就代表他不聽話 不是的 你越珍惜他 經常都說乖子乖子 我真的很喜歡你 我真的很欣賞你 你做了什麼好事 經常都正言的 鼓勵他 那有什麼不好 那你想想 譬如他考試考得不好 那你這樣說 我已經說了你了 不要看電視 你是要看的 那他永遠 唉 我想看的 那他心裡面一直跟你鬥你 你說我下次要看的 那你跟他說 你今次考完試 這樣成績 你有什麼感覺 你問他什麼感覺 那他太好 不開心了 他有時候也沒有感覺 沒有感覺 真的 不知道我怎麼說 那沒有感覺 那你這個只能夠慢慢教導 你不一下子 那你一路讀書都不成功 你會怎樣 那就是譬如 開導他 有一天他明白到這個 那他明白到的時候 那你說 你知道 下一次你下一次又會這樣 那你可以做些什麼 你可以自己怎樣做 就是你跟他談的時候 當然我不是說 你什麼都留在他家 你想念完之後 我一樣要照玩遊戲機 三個小時 那你照給他玩 不是這樣 但起碼的過程 你跟他溝通 你今天乖了 玩少了 你聰明 我不在這裡 你也不玩 他心裡 最好是從小 沒有被他接觸遊戲機 小時候 還有家裡沒有電視 簡化 沒有電視 就是簡化了很多 這個世界上 實際太多的影響 對於我們是這樣 就是我們接受最低的成低 你說 那是否接受我家人 每個人都說 犯罪有什麼 接受的意思就是 接受我們最困苦 就不是接受人 衰到貼地 我都不好 沒有所謂 在這個過程 我們看到他不好的時候 我們就去討告 神給我智慧 如何處理 就是有個平靜的心 神給我聰明智慧 如何處理 然後跟他問他問題 跟他溝通 這件事發生的時候 有什麼感覺 事實上 我告訴你很多男人 他不說 但你問他的時候 有些人是很喜歡人問他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你關心他 而且當他自己表達 這個是最好的機會 我們有時候想聽 他不回答 但他自己坐在那裡 唉 他已經表達了 他已經表達了 唉 不過你不知道他怎樣 唉 那你就走過去 你捱著他 唉 就是你就是表達 我聽到你 即是你是關心 就不斷問他問題 就不斷講 講不講都可以 是 但你就 不是不教 不是不教 適當的時候才教 即當覺得上 講男人 有時候也要跟他分享 不過有什麼方法 例如 第一 你聽他 唉 他是不開心 其實你走到 抓住他的手 坐在那裡 或者我聽到你 喊氣 可能有些不開心 那你就陪著他 已經是很好的 然後你就可以問一下他 你告訴他 你心裏 在想什麼 那你 即是一種誘惑的心 即是去感受一下他的感受 那你 他講出來的時候 你就 回應就不要教他 而是 在這種情況 即是很自然會不開心 即是這個接受 人是 即是我們接受情緒 是人的 即是自然有的 尤其是我們現在犯罪的情況 是會有的 先說到五類的情緒的反應 是人自然有的 即是我們不是將那些情緒 減為零 即是你不會馬上 那個處理時間可能很短 譬如有時候人們惹你 你已經處理過很多次 你可能兩月中已經平靜了 那這個是因為你已經成熟 但你一樣 你見到有人做一件事 譬如明寧那裏 不可以穿鞋踩下去的 他又 已經踩了一千次 他仍然再踩下去的時候 你很激氣 那這個是 即是人會有這種反應 即是 這個白地毯 你鞋子不要踩下去 那一鞋子一踩下去 你的心 馬上就有這種感覺 那但是呢 你的問題就是 你當你馬上處理 不踩都踩了 然後 然後怎樣處理下一步 即是這個 內心的情緒的處理 即是當你聽的時候 總之 盡量他一表達的時候 或者他的表情有的時候 我們就留意到 留意到別人的表情 越哀哭的人同哭 這是很好的 即是說 即是保羅其實 有些人說很剛硬 他就寫他這樣 即是很柔和的說話出來 即是 那些人哭 你想想保羅會哭 在一起 越哀哭的人同哭 即是保羅會有這種心 去跟那些人同哭 即是說情緒本身 不是錯 不過我們要處理 首先 處理那個表現 然後處理那個 裡面的情緒 而有些 有時候我們可以 預先處理 你知道每一次 你見到這個人 或者這個情境 都會有些事情發生 那你就預先處理 那你到發生的時候 你便能夠 平安的處理 我們處理的目的 不是令到個人 沒有了情緒 即也不是一定有 即是如果你沒有了情緒 或者你不知道自己的情緒 你的感覺 我們學習的就是 能夠接受自己的情緒 而能夠智慧地去處理 能夠有平安 即一樣 你會有感覺 如果你一天沒有了感覺 即是真的更慘 那一次更慘 即是我們要學習 見到好的事 真是好 見到人不好的地方 真是會欣賞 會開心 即會有開心 興奮一下 即有時知道自己是不開心 我承認我是不開心 會說出來的時候 這也是一個好的溝通 我們看看今天的經文 先講到神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先講到一些心理學上的幫助 但同時我們在這個過程中 要處理都是要靠聖經的環語 聖經的應許 以太宣言不是五章三 四至五節 對不起 五三章四至五節 這裡講到耶穌 他誠而擔當我們憂患 背奉我們痛苦 其實很特別 在這個經文 我們發現三件事 耶穌承擔就是憂患痛苦 接著就是承擔我們的罪 為我們的過犯 接著就是我們的疾病 原來耶穌釘十字架 不只是為了罪一樣 在這個經文講到 為了我們的憂患 我們的痛苦 為了我們的罪 為了我們的病痛 耶穌真的很特別 很奇妙 耶穌釘十字架 原來這麼有醫治的能力 就是祂在我們憂傷的時候 我們痛苦的時候 耶穌已經承擔 辱罵人的 我們的辱罵 都落在祂身上 就是耶穌受落了 我們所受的苦 我們知道 耶穌跟我們一起受的時候 我們心就會更加平安 所以在釋放討過 很多時候 我們會帶人回去以前的情境 這個你自己都可以做 不是很特別 不是很神秘的 你就是想起一些情境 是你最不開心的 如果那件事是會回頭 如果你都沒有了 平安很輕鬆 不用再想 但如果你裡面發覺 你自己都是有些情緒的情況 就是你自己有些壓抑 那你就想起一些 你吐告中的民神 有這些情況 是你以前有的 是有很大的傷害 那你現在吐告之中 去找到那個情境 去感受那個情境 感受那個感覺 為什麼呢 你越真實 那樣東西才可以醫治 那你就回去很客觀地 那你就不能夠感受那個感受 就是回去感受到當時的感受 然後問耶穌 耶穌 你是不是在那裡 其實耶穌經常都在那裡 你不相信耶穌 耶穌都在那裡 這個是為我們自己 知道耶穌在那裡 也有些人會問 真實一點 耶穌在你前後面 在哪一個方向 就是你會在多個情境 你問耶穌在那裡 然後你說 耶穌你會跟我講什麼說話 因為神是真的 他事事 他都會跟我們有信息 他一樣在那個情境 他會愛我們 關心我們 會幫助我們 當你問的時候 神都會給你一些疑念 會給你一些 當時耶穌會跟你講什麼說話 然後你也都可以回應 耶穌既然你跟我說 我怎麼回應 因為這個回應很重要 你的回應就是說 你自己 耶穌這樣 原來耶穌這樣看重我的 於是 我就會在那個時候 我知道我不是孤單 我不只是自己在那裡 耶穌有承擔我的痛苦 耶穌是看重我的心來的 然後你就 即是回應 就是表達出你自己的反應 那你也可以 第二樣做的 你自己回去以前的理 跟以前的理講話 如果你現在 你知道灑灰發生的事 你告訴他 這件事會過去的 不用擔心的 但是你始終這件事已經過去了 已經沒有問題了 但是當時我們很傷害 就是可能小時候 你有一個玩具 你經常都想要 但是你爸爸媽媽不給你 你現在可以買一千個 你這個玩具都可以 你現在買一千個都沒有用 解決不了問題 因為當時來說 你覺得這個玩具很重要 但是你回去 你跟以前那個說 即是你將來成了一個怎樣的人 其實你是很寶貴的 你當時沒有這個玩具 不是代表你得備耐 其實你是很重要 你是寶貴的 是可愛的 是值得愛的 即是你自己安慰以前的自己 即是說其實神 即是在當時來說 你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伊賽書來的一章一節三節 之前我們和我們都不同了 即是醫好傷心的人 安慰悲哀的人 喜樂遊帶來看悲哀 都是說到神 真是來到醫治 和去安慰我們 所以我們 越多祈禱的人 越平安 即是這個 這個觀念 很多人就 就 有些人 有些人 有些一些 對於祈禱不是不體重的人 聖經和祈禱 除了說 因為很多人覺得是一種責任 靈修一種責任 但其實 靈修一方面 就可以認識神 另一方面 就是神祝福我們的時候 即是在一個醫治 安慰的時候 是得力的時候 當你時時鼓勵他們 真是你會能夠 每一天得力 你會正面去面對前面的路程 鼓勵人能夠一早去 靈修 看聖經 祈禱 人是 做的時候得到力量的 也有時 我們可以 一些人 他們未到的程度的時候 給一個低一點的標準 五分鐘靈修 因為五分鐘靈修都很好 他跟著想過經文 他可以五分鐘 他可以影響他 一開始就已經 一個喜樂的心 就不用說 我要有半個鐘頭才靈修 我沒有空 他會推 但是一個短的靈修開始 如果時間 許可多 做長一點 那就更加好 如果能夠參加祖套會 當然非常之好 即是能夠一早祈禱 好多人在祖套會 祖套會是 明明很大改變 整個人 變成一個喜樂的人 很有力量的人 那麥克風11章 煩勞負擔重擔 即是你什麼重擔 那你為什麼我背著呢 我明明信耶穌說 我常常應用經文 就是要很個人 煩勞負擔重擔的我 我 那你明明為何 耶穌說了這句 我們為什麼要重擔呢 應該是很輕鬆的 應該過幾度很輕鬆 為何不是輕鬆呢 因為我們沒有來到耶穌 還有耶穌另外一句說話 就是 我心裡有何謙卑 你們當負我的鞭 學我的樣式 你們心裡就必得更安息 就是 耶穌是有何謙卑的 你們當負我鞭 即是 和耶穌一起 扶起天國的鞭 這個責任 和耶穌一起去 去先求神的國 和他的義 去追從 去遵從神 還有 學他的樣式 學耶穌這樣 耶穌凡事都尋神的 凡事都是神指示他 他討報完了 然後他才簡選十二個門楼 他不是自己去簡選的 他呢 甚麼人 他都說 我父怎樣作功 我也是怎樣作功的 就是耶穌凡事都很謙卑 他是 在彼律比書要講到 他就是 他 就是謙卑以至於死 他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烈 就是他不會拿走 我與神同等 他反而為謙卑自己 他是 就是在神面前 他在天父面前 他是順服天父的帶領 這個是很特別 就是他有同等的權力 他是可以絕對靠自己 但是神的國度 方式就是一個主 就是天父就是主 他呢 就是服在天父的權力之下 這個是 就是耶穌 我們學他這個樣式 我們就更加有平安 這件事是很多人很難做得到 譬如有時候我去服侍教會 我會有一個心 我要順服這個領袖 為甚麼呢 因為他是這個教會的領袖 他負責這個教會 他叫我在這裏做甚麼 我就要順服他 我可以說 我平時是這樣 我就不聽他的話 我要順服 是會平安很多的 當然 在婚姻裏面 就是這個順服 聖經也有講到 就是 孝敬父母 都在主裏面 順服你的父母 所以呢 這個和丈夫太太的關係 都在主裏面 當然我們盡量不要因為信仰而很強烈的對抗 但如果他要阻止我們參加聚會 阻止我們信仰 我們這件事是要爭取的 但用一個和譜的方式 也都盡量用愛去表達 不要像一種爭鬥的情況 我們都教到年輕人 當他信仰之後 回家千萬 第一個衝突 就是因為他把很多時間給教 於是家人很喜歡 他就盡量用愛心對家人 用時間在家人身上 有個觀念 就是 回家 陪家人 對家人不好 是服侍神 不只是回家 就是服侍神 因為你在家裡有好的見證 你家人才會信仰耶穌 如果你一信仰耶穌 之後你消失在他眼前 他會覺得信仰耶穌是不好的事 所以看家人好的見證 是一件神起業的事 而等候耶華 他必重生得來 他們必已經展示上等 記載書40章31節 就是等候神是會得力的 從神那裡等候神 但是等候神 不是一定代表你在靜默很久很久 等候神有很多種等候 有些很多人未曾做到這件事 其實神時時都會說話 你留意 神經常都會說話 你看正經就會說話 你留意 留意每一個字 但等候的 等候的 必重生得來 那你就每一句說話 等候 必定重生得力 重生 即是本來是夠的 現在重生 再一次 再一次得來的力量 即是你每一句說話 去從屋體 我怎樣能夠去等候耶華呢 當你這樣的時候 聖經神不會向你講話 即是等候神 這一方面 就是當我們聽聖經的說話 聽道 看聖經 看一些基督教的書籍 都讓神的聲音向你講 這個都是等候神的 即是你不一定要 即是等候那個人的聲音 你不一定要坐到靜默無聲 因為不是每個人 第一天做了靜默無聲 很快就睡了覺 那你第一天學習 在聽聖經 去敬拜讚你 敬拜讚你的時候 你的心等候 意思是 我等候神的說話 但我不是在那裡乾等 你在那裡讚你神的時候 有些意念來到的時候 神就要跟你講話 即是你一個等候神的心 一個開放接受神的心 然後到了你操練慣 你可以很安靜地 就很單純地去愛主 很安靜地在這種狀態 等候神也是可以的 即是這個是當你做到能夠的時候 你可能開台做得短 又後來你做長一點 那你就習慣聽到神的聲音 其實在我預備信 一看經文 很快我收到訊息 這就是我們能夠從神那裡去領受 也都宣講的時候 可以得到神的訊息 我自己真的發過很多時候 一直說 神的訊息就傳給我 詩篇六十八篇五節六節 他必作孤兒的父 作寡父的身冤者 我們很多人 其實我們傷害是甚麼呢 我們覺得被遺棄 即是我們覺得 在最需要的時候 丈夫或太太 不管我們 幫我們 爸爸媽媽 或者是朋友 我們覺得被遺棄 但神是我們的安慰者 祂真是陪著我們一起 祂真是祂知道的 祂知道我們相同 在這些孤單的日子 在我們一個人 面對困難的日子 也都是讓我們知道 我們真的需要人來付錢 我們就真是拔著神 如果這件事發生 令到他拔著神 已經值得 就是因為我困難的時候 當我在事務困難的時候 我就拔著神 慢慢呼求神 這就是我能夠得力 得力的方法 一定是拔著神的 也都幫助我們 更加敏感人的感覺 並且 心裡面有一種柔和的心 感覺到人的傷痛 就是我經歷過的傷痛 讓我感受到人的傷痛 所以不要排斥痛苦 痛苦不好的 正是神的懲罰 神的管教 不一定是 痛苦是人生 每個人都平均分佈 信和不信的人 都會有痛苦 你這樣的時候 有痛苦就不會有這麼大的反應 詩篇諾百篇十九節 天天背負我們重擔的主 真是背著 神真是好好的 天天背著 神單聽我們前後環繞 按手在我們身上 天天 我們現在重擔困難 他都解決和背著 有時候會想 神為什麼你可以這麼厲害 為什麼你可以這麼厲害 同時幫那麼多人 所有問題 全部這麼大的問題 你都能夠幫到 神真的可以 因為祂是掌管天地 所有發生的事情 所有事情 祂預言一定應而 你這樣相信的時候 你真的鬆很多 原來神會背著 這件事你會安心很多 真的會背著 我講一個經歷給你聽 我曾經那時 我有一隻腳痛 腳痛呢 我那時又買車 一個是棍波 一個是自動波 棍波是左腳踩很多 一次走一條街口 可能你看到六七次了 我那時說 可能會痊癒 買了一個棍波車便便宜了 誰知買完之後 仍是通 那時真的很後悔 即是買了 你買了出去 又不值錢 心真是神 即是有祈禱神 我真的做錯的事 真是求你背貨 神真的 神真的幫我 我便去找 找維芬 找到Berkenstock的鞋 他的顧伯便說 你穿過這些鞋 你以後都不會穿底鞋 我便去試試 真的 穿過之後 是以後都不會穿底鞋 因為他是Arch support支持 Arch 以及他是把腳平放的 我現在穿過 都是Berkenstock的鞋 即是他一路沒有飯 我感謝神 我雖然做錯這件事 但神幫我 在這件困難中脫離 我真的覺得 神經常都被鞋 即是神很厲害 天天會負我們重大 但我不會特意給這些鞋 神是甚麼 神是真的會幫助我們 我看看今天這份 最後再看看 這個價值觀的改變 很重要 有其他一些我們自己回去看 價值觀的改變 神自為新的價值觀 取代世界的價值觀 在這些經文裡 都是幫我們能夠看 即是用神的眼光去看 看這個生命 和看這個世界 記得前書一章二十四節 因為凡有血氣 你盡刀如草 他都明明都能採取 這句話 如果我們相信 即是好像一條草一樣 不是說我們不寶貴 我們是寶貴 但如果用快鏡看自己 是很快 即是有時你看回 我記得中學 讀書的時候 好像那些經歷都是很新的 好像自己中學畢業 不是很久 都不知道為何中學畢業之後 但是呢 很快的 即是做工的時候 即是一年一年 即是一年一年 你數日子 我記得我飛回來 這樣數到數的時候 好像一天 還有幾天幾天 好像到數的時候 還有幾十天 好像很久 但一過了 又過了 但是一年一年 回來 不知不覺 我們回來 兩個多月 即是回來 兩個多月 是啊 兩個多月 即是時間是很快 我想回以前的日子 真是很快過去 我們真是我們人 其實好像草 看著他一路枯乾 我們有的時間 我們就觸神 但是 叫我們正面去看 即是沒有負面太死了 即是是不就是死的 即是是不就是 怎樣做人都是死的 即是一想 你就會負面 但是一個正面的看法 我要珍惜我生命 因為我時間不多 即是不要說我還有很長時間 其實當年輕是最重要 因為年輕的時候你學會快 你還可以侍奉有精靈 當你年紀大的時候 有些可能呢 走路就會有點覺得痛的 痛的時候呢 你就有很多事不想做的 所以我們要珍惜 我們的身體 有好的運動 好的食物 睡眠 情緒 處理 讓我們的人健康 因為我們真的好像很快過去 當你有這個心態的時候 你就會珍惜 又不會那麼緊張 我要有什麼 有什麼 傳道書一章二節 虛空的虛空的虛空的虛空 人一砌個爐碌 就是一光之下的爐碌 有什麼益處呢 就是這些一切都會過去 所以我們 我們人呢 很多時候 為食物而生存 為土福而生存 耶穌說 為土福 即是在我們生存 就是為了做工 做工為了賺錢 賺錢 賺錢能夠可以生存 生存又可以賺錢 就是循環的 人生存又可以生兒子 生兒子之後 很多人都說 我現在不怕死了 因為我的兒子孫 每個人都大 每個人都找到工作 我很安樂 可以離世了 即是他們人生 就是覺得好像 即是活了一輩子 責任做了這些事 我生存了就夠 其實我們人生 如果只是這樣的時候 即是同一隻狗一樣 即是生存在世上 牠有食有住 但我們人生不同 這些一切追求 世上的 這些只是過渡 只是職責可以養悶我們 而我們最重要的就是 能夠去榮耀神 去祝福別人 這樣你的生命 神就祝福你 你就真的有喜樂 天天開心 真的享受多很多 你有沒有很享受的日子 那些日子沒有太煩惱 沒有太困難 但就學 在有困難的時候 那就是祝福 我有力量去面對困難 那就是祝福 今天可以開心 但你見到我 我真的主動叫自己 我要開心 我要快樂 有些club 他們是大小會 我不是一起去參加 不過你可以做 在家裡 你就算不是聖靈充滿喜樂 哈哈哈哈 一人一笑 那個人就鬆了 就是學一下 樂觀點看每一件事 為什麼不開心點 他就是小朋友 我會想 學會 像個小友 如果是這樣的 那跟我們 有機構想 我可以想 有機構想